我都已经答应你了 你就不能让我到总公司上班吗 好啊 不想上班啊 那郁芝的先拿回来 干吗 你干吗 你干吗 谁欠你钱啊 欠债不还倒霉不完 这话你没听过呀 你要不想倒霉的话呢 就赶紧还我五千零五十一块零五毛 你疯了 谁欠你那么多钱 想耍赖是不是 我可是有记录的啊 你看 都记在这儿了 之前呢你在KTV强迫我付你的酒钱三千五百块 还有你踩坏我的手机一千五百块 那个烂手机要一千五 你能不能听我讲完啊 你造并集团啊 还有这儿打车费五十块 还有你借我的钱做公车一块零五毛 所以一共是五千零五十一块零五毛 我可没跟你啊 一块零五毛也要算自己 欺负人很好玩是不是啊 谁欺负你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 少回话还钱 看你穿的这一身名牌还挺帅的 搞半天都没钱啊 好吧 看你可怜的份上呢 先还五十块好了 我一天就一百不能还你还啊 当初是你跟我说要还的 所以你说的话就是放屁喽 至少放个屁 还有应该有点味道 下几天你 来 只要五十 剩下的钱呢 等你发了工资之后才还给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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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